你是熟甚麼的? 老虎 老虎今年是梵太歲 難怪你每次碰著我 梵太歲? 怎麼說梵太歲呢?師傅 我平時有沒有做不好的事 這是甚麼概念呢? 很簡單的梵太歲 即是你熟的生肖 每一年都會緩位 剛好老虎今年是對戰了太歲 就像你們在辦公室一樣 你們的錯位會緩 剛好你今年的錯位 就對戰老闆的房間 老闆一開門就看到你背後 看到你吞胖、搞手機、放屁 吃東西、睹眼睹鼻 老闆當然不想 梵太歲就是這樣的概念 你老虎剛好對戰這個太歲 那我怎麼做呢? 涉太歲 那…即是拒勞? 你不要說了今天拒勞 是給了多少誠意 就好像你看到老闆 每天請他們喝茶 買些叉燒鍋給你吃 這樣做個朋友 那你老闆看到你 都不會睹眼睹鼻 對不對? 有多理 那你這裡有沒有幫人吃太歲? 有,太歲每一年都不同的 那今年剛好我們來的廟裡有這個太歲代言人 待會我叫他出來 給他一點誠意捨就行了 好,好,好,好 太歲,掌握一下,掌握一下,掌握一下 這位就是我們的太歲代言人 師傅 這個人來的 喂 臣未做臣之前都是人來的 那我要怎麼放呢? 太歲,袋 你把誠意放進去 就放太歲了 明白 誠意 為什麼? 為什麼要擁? 不開心嗎? 太歲的表情會告訴你一切 就是什麼? 就是不夠誠意 我知道怎麼做 師傅 又是不開心嗎? 因為你不夠誠意 你一百塊夠 拿回來 你幹什麼? 找錢嘛 我給一百 我拿回剛才的六十 誠意有得找錢嗎? 你打算七仔米的找錢嗎? 給你了… 笑回來,師傅 笑吧 有誠意就笑 這樣就誠意了 顏太歲就去保護你今年的順順美美 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 好… 誠意… 你今年年紀多到回來還太歲了 還? 為什麼要還呢? 一定要還嘛 又攝又還嘛 大哥 那… 還多少? 看你今年賺多少 就還多少 我感覺好像被人困了 阿伯都立即… 阿伯都立即唱 呀… 他不能… 你說… 全然… 有事…